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Jawa系列基础教程 那本次课我们学习的主题是用户事件的类型 在上一次课中呢,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用户事件 并且写了一个简单的用户事件的代码 那我们完成的功能里面呢 实际上就是给按钮1添加一个动作事件 当我点击按钮1之后,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显示信息,你点击了按钮1 好,那根据这个程序呢 我们其实呢介绍的是动作事件 那么针对于Jawa SE来说 到底有哪一些事件的存在呢 其实用户的事件呢 主要针对的是Jawa的图形界面而言 因为图形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界面组件 比方说按钮啊,下拉框啊 还有这个文本框啊等等 窗口啊之类的这样一些组件 而事件呢,实际上就是图形界面 跟用户之间,用户跟程序之间的一个交互 比方说我点击按钮,弹出对话框就是一个交互 或者是我关闭窗口,弹出一个对话框也是一个交互 又或者呢,是我点击一个键盘 好,点击比方说回车键,那又可能会触发一个事件 那Jawa到底有多少种事件的类型呢 好,我们可以打开API看一下 针对于图形界面组件 Jawa SE呢,提供了Jawa.awt.event包 这个包呢,是提供Jawa SE组件所激发的各类事件的接口和类 当然并不仅仅只有这样一个Jawa.awt.event 它还有JawaX.swing.event 提供的是Swing组件触发的事件使用 是这样子的,因为Jawa的Swing组件呢 是由AWT组件扩展而出 所以呢,它至少拥有这样的两个包 是Jawa.awt.event以及JawaX.swing.event 我们先打开Jawa.awt.event 看一下Jawa SE的一些基础的事件类有哪些 按照Jawa的命名规范 事件类应该是以event来结尾 就event 比方说第一个Action.event 这个Action.event就是动作事件类型 那除开动作事件类型之外 还有哪些event结尾的呢 比方说Component.event 好,Focus.event Focus.event是焦点事件 除开焦点事件之外呢 还有Item.event就是选项的这样一个事件 好,除此之外还有Mouse.event 也是比较常用的 鼠标事件 好,除开鼠标事件之外 还有呢 Text.event呀 Window.event Text.event是文本事件 而Window.event呢 则是窗口事件 好,由此而言 至少我们经常会接触到的用户事件类型 会有Action.event呀 Focus.event呀 Key.event呀 Mouse.event Window.event Text.event 等等等等 那针对于不同的事件类型 应该是由不同的事件源来出发 还记得吗 我们的用户事件 其实是由事件源 事件类型 以及事件处理程序组成 那针对于Action.event 它的事件源 可以有很多 因为动作事件嘛 动作事件的事件源呢 可以有很多组件来出发 比方说我点击一个按流 或者是点击一个 文本框 或者是点击什么东西 都有可能 触发Action.event 那同理Focus.event 它的事件源 也可以有很多 因为它是聚焦事件 我聚焦在 哪一个界面组件上 都可能会触发 Focus.event 还有Key.event 等等 它们的事件源 都有很多 我们都必须要识别出 到底是由谁 触发这个事件源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随便选择 一个事件 针对于每一个 类型的事件 其实都会有 专门的事件处理程序 事件处理程序 来执行事件的处理 比方说Action.event 它就是Action.event 这样一个子类 因为Action.event是接口 那Action.event的子类 可以来处理Action.event 同理Focus.event 可以由 Focus.event 这样一个接口的子类 来处理这个Focus.event Key.event 也可以由 Key.event 来处理 Mouse.event 也可以由 Mouse.event 来处理 Window.event 也可以由 Window.event 来处理 那现在呢 我就用 Window.event 来做一个测试 那使用的 那使用的呢 就是我们之前的 JText Field Test 方法 Test 这样一个类 这个类呢 是提供了一个 文本框的一个组件 用它来完成一个 Window.event 的一个测试程序 那 Window.event Window.event 也在Java.awt.event 包里面 那它的处理监听器是 Window.event 它有很多的方法 123456 还有六个方法要实现 去覆盖 那现在 implements Window.event 导入 好 还报错 是因为 它有六个方法 需要我们覆盖 但是覆盖了以后 我们是每一个方法 都要选择 去实现它的方法体吗 这个未必 比方说 Window.event 是激活了 会怎么怎么样 看一下 这个Window.event 是只将 Window窗口 设置为 活动Windows的时候 就会掉用这个窗口 而Close的话呢 是掉用Dispose 将其关闭的时候 会掉用这个方法 Closing 这是 Window Closing方法 这是试图 从窗口的系统菜单中 关闭窗口时掉用 还有很多别的方法 从正常状态 变为最小化的时候 会掉用一个Window Iconify的这样一个方法 由最小化变为正常状态呢 又会掉用Window D Iconify的这样一个方法 我可以试着 我可以试着 这个最小化变为正常 和正常变为最小化的时候 这两个方法 我来测试一下 这个 好 这里 我可以弹出一个对话窗口 接OptionPanel点 ShowMessageDialog Frame Frame的话呢 是指我弹出的对话框 是弹在窗口之上 会说 会说 窗口 这个 我好像写错地方了 应该是写在底下 D Iconify的 注意 D Iconify的 是什么情况呢 是最小化变为正常状态 窗口 正常化 好 那同意 底下就是 窗口的 最小化 好 其他的方法 方法题 我可以 不用写任何的代码 那事件处理程序 准备好之后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这个文本框 并没有跟Window事件 关联在一起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有一部非常重要的步骤 叫做 注册 监听 由 txt.add 不是txt 而是frame 事件源变成了frame add window listener window listener this 事件源为什么不是txt 而是frame对象呢 因为 窗体事件通常都是由窗口对象引发 而我这里的窗口对象很典型是frame对象 好 注册监听之后就相当于让窗体对象frame 和窗体对象的处理程序关联在了一起 好 现在我们重新来运行一下 这个窗体 这个窗体已经显示出来了 当我最小化的时候啊 弹出了一个窗一个对话框啊 显示信息窗口最小化 当我还原的时候 调用了一个方法弹出窗体 窗口正常化 这说明哈 当我注册监听之后 这个window listener的六个实现之类方法哈 window activity的 closed closing deactived 以及deaclified和aclified 还有open的方法 都是会被自动调用的 只不过呢 因为这两个方法 我是写了方法体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效果 这两个方法 一个是窗口最小化的时候 自动调用的方法 一个是窗口由最小化 变为正常的时候 自动调用的方法 好 这个呢 就是window event 好 window event 以及它的事件处理程序 事件监听器 window listener之间 他们的这样一个程序应用的实现 同学们 你们可以下来的时候哈 除开把window event 试着写一遍 也可以去试着写 key event mouse event 的这样一些 出发 好的 同学们 我们本次课的内容 到此结束 关于加瓦事件的东西呢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介绍 那看我们后面的课程 一个一个挨个来介绍 好 同学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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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